在三月底前启动脱欧程序 稍事休息 逛而臭 再来关注社区方面的消息 结构合理 吸力强 好保养 让您买得安心 用得开心 妈妈乐第五代抽油烟机 并演重大案件的征破全程 警戒线 六点 最新的时事 政治 经济资讯为您报导 粤语新闻 在星期一到星期五 下午两点到四点 五点到七点 华语电视精心打造 精彩丰富的粤语时段 高挑美丽 气质出众 魅力超群 文静内向 精通人情世故 五个出身经历 性格背景不一样的女孩走在一起 从陌生到熟悉 从猜疑到接纳 互相帮助 相知相伴 共同成长 由刘涛 蒋欣 王子文 杨子 乔欣主演 周一至周五 华语电视黄金剧集九点档 带您走进欢乐送 从今打造最新饮食节目 我爱丹尘味 为大家尋找优质食材源头 典故 分享独特的烹饪技巧 即使是普通的菜鸟 也都令人惠美无恐 好看 好笑 又好味 我爱翻尋味 食到咧咧咧咧 华语电视 一个呈现精装综合节目的华人电视台 每天24小时献给您无限的精彩 无限的黄金时段 最新 最快 最完整的第一手新闻资讯 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以国粤语为您报道 全球重大新闻 抢先一步 新闻资讯随手可得 华语电视还有最新最强的超级电视连续剧 有笑 有泪 有爱情 有亲情 为您播放两岸三地和韩国最受欢迎的电视剧 节目多姿多彩 内容包罗万象 每天还有一连串最有趣的综艺节目 带给您全家无限的惊喜 超强的阵容 劲爆的节目 欢乐就从这里开始 华语电视 SinoTV 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电视台 今天纽约市有超过6000间小食店和杂货铺霸市 抗议总统特朗普禁止伊斯兰七国国民入境的行政命令 这次的霸市运动由也门裔的本地商家自行发起 参与霸市的商户 由今天中午到晚上八点将停止营业 并于傍晚五点在布鲁克林区公所之前集会 抗议特朗普禁止也门等七个伊斯兰国家的国民入境 政府当局表示 全纽约市一共有超过6000户也门裔的国民经营的小商店 霸市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容忽视 霸市发起人图鲁利表示 野门人也有为美国做出贡献 他们不容联邦政府拆散他们与祖国亲人和同胞之间的联系 纽约州州长办公室表示 曼哈顿二大道地铁线通车之后 成功起到了分流的作用 减轻了莱辛顿大道线的载客负荷 过去是唯一途经曼哈顿上东城的地铁线 平均每天有130万人次使用 数目比芝加哥波士顿和华盛顿首都的地铁人次总数还要多 早已远超负荷 自从曼哈顿二大道地铁线今年初通车驶入上东城之后 分流作用开始明显显现 纽约州长办公室表示 上东城68街至96街 一共四个莱辛顿大道车站搭载人次整体下跌了百分之二十七 早上的上班繁忙时间跌幅更是达到百分之四十六 至于曼哈顿二大道的地铁线 目前每日载客量已经超过了十五万五千人次 预计将会继续稳步增加 另外很多上中城的居民 对新地铁线的干净环境也感到十分满意 纽约州参议院的民主党阵营在有人事变动 代表皇后区可乐纳公园选区的参议员派格特 宣布决定加盟独立民主联盟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卡森斯形容 派洛特的离开是晴天霹雳 他们曾经尝试挽留展开沟通 但是无功而毁 独立民主联盟与共和党过去经常结为同盟 一致投票 目前参议院共和党人数有31人 加上独立民主联盟的8人便有足够票数 更改议事规则 据了解参议院多数派领袖弗拉纳根 有意修改议事规则 让独立民主联盟领袖克莱恩 共同出任参议院多数派领袖 克莱恩批评州议会的民主党人一盘散沙 皆因友人领导无方 不断向州长和党友开战 纽约州长库默作为党内的民主党领导人 亦表示选举期间会全力支持党友角逐议席 但平民施政时 无意介入议会纷争 纽约布朗市区在昨晚发生了汽车侧翻起火意外 烧死了车内的一名女警 另外造成三人受伤 其中一人伤势危急 昨晚11点43分 一辆私家车在City Island Circle和Park Drive交界突然侧翻着火 现场刚有两名警员交替 他们尝试救火救人 当时车上有一男一女 最后只有32岁的男事主获救 但他也受了重伤 烧伤了双腿 目前正在留意 情况危急 警方表示 男事主是一名修班警员 没有进一步透露其身份 另一名27岁的女事主皮亚卡 也是一名女警 任职九分局 她最终失救 被困车内活生烧死 两名救人警员也因为吸入浓烟 感到不适 需要送院 警方表示 目前尚未知道意外发生的原因 调查仍在进行之中 纽约有一名劫匪 在过去的两个月时间里 在布朗市区用针筒 打劫了最少三间的店铺 第一种结案 发生于Foxhurst的一间Dewin Reed药房 第二宗结案发生在Westchester Avenue的一间Walgreen药房 而最近的一宗则发生于Hunt Point的一间Dollar Tree杂货店 警方表示 三宗案件的刑结模式十分相似 犯人会走入店铺 拿取大量货品 然后不结账离开 当被职员拦截时 他便会拿出针筒做要挟 犯人至今最少打劫了价值170元的货品 警方现在正在公布疑犯的闭路电视片段 呼吁市民如有疑犯线所提供 可致电警方热线800-577-TIPS 后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哥萨奇 是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刊物 联邦报的创办人之一 早在他求学的时候 他就宣传极右思想 哥萨奇1988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 其后转往哈佛大学攻读法律 他1986年创办联邦报史 风格取向偏左 支持多元发声 广利同学意见 但是两年之后取态极度转变 内容变得极右 当年哥萨奇便曾在报章撰文 质疑男女平等 又为时任里根政府 向伊朗秘密授武做出辩护 有同期救生表示 原以为哥萨奇是为了争取曝光 引起同学关注新办的学生报 起料今日他真的会成为联邦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 联邦报目前仍在发行 但是风格多年来不断转变 现在的内容以嬉笑怒骂的小品为主 现任两名主编同学 麦斯和伊拉斯认为风格不断转变 显示着历届救生的感言与包容 现任主编是希拉里支持者 首题电脑仍贴着其竞选宣传贴纸 他们对现在的局势都不胜唏嘘 来自纽约的余思亭 在香港荣获2017年度国际中华小姐的冠军 1号载欲归来的余思亭 在法拉盛与媒体见面 油队会训练冠军 请不吝点赞